我有两个女儿 对我来说 她们是公主 是格格 是我这一辈子 会无条件爱的 那她们的要求 我会无条件的去做到 只要是对她们好的 我要带领她们 更认识她们自己 要更认识耶稣 还有教导她们 神要她们做什么事情 她们对我来说 是无价之宝 她们是我的公主 但是现在不同了 公主这个词 是坏的 是贬低人的 是瞧不起女性的 根据一位 抖音的教授 为什么不叫 girls scientist engineer doctor 为什么不叫她们 something cutesy like oh princess what do you need like no 我女儿的父母 叫她的 princess yesterday and I had to lecture him again because we do not use that term in this house even my own sisters have called her princess and I will tell them don't call her that maybe I come across as very controlling but I think it's a very harmful word and she shouldn't look up to that term 没错 我们的社会进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里面呢 你叫你的女儿公主 是在贬低她 但是如果说你叫不男不女的变性人公主的话 是在表扬她们 我以前读过一本书 我忘记叫什么名字了 上面说 每个男人如果要成功的话 一定要几个目标 第一个是 一个他们可以做自己的战场 一个是要打败的龙 还有一个就是要保护的公主 战场就是自己的事业 龙就是我们人生当中 我们自己的欲望 公主就是我们的家人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观点 我是Ethan 欢迎收看今天的AI News 今天节目是由 No Wonder Media神奇传播赞助播出 抖音教授是不是在毒害各位的脑细胞 跟洗脑各位的孩子呢 人生的目标 从原本能够让自己有好的生活 变成就是 我只想要坚守基本常识 这里介绍各位一个 好笑欢乐充满知识 又传达正确价值观 以及抚音的节目 神奇传播No Wonder Media 是由周易芳牧师带领的团队 以3D或者2D的动画 制作出来的小品 每天短短几句内容 让你的身心灵都成长 让看圣经更有趣 让生活更丰富 千万要看到节目的最后 我们会提供一些小小的sample 也请各位继续透过Coffee的会员 来支持我们的事工 让我们可以继续把这个节目做下去 目前我们的国家乱成一团 阿富汗撤军 老人吃呆总统 国会充满着无药可医的脑残 右派的假新闻每天飞 加州的选举 但是 我们的政府 还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我们在乎的是 女权 是多元 是平等 而且不是这个国家的 是阿富汗的 以下 是国务卿 Brenken在说 阿富汗 他们都不让他们的女人当官呢 昨天 The Taliban named a new interim government We're assessing the announcement but despite professing that a new government would be inclusive the announced list of names consist exclusively of individuals who are members of the Taliban or their close associates and no women We're also concerned by the affiliations and track records of some of those individuals we understand the Taliban has presented this as a caretaker cabinet we will judge it and them by its actions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s made clear its expectation that the Afghan people deserve an inclusive government are you surprised 很令人惊讶吗 wow 他们是独裁者耶 他们的政府里面没有女人耶 我们要发出 强烈的谴责 因为你们的新政府 没有达到国际的多元水平 这个政府的问题到底在哪里 你要当地受困的美国人 相信造成911恐怖攻击 在大街上大喊 Death to America的恐怖分子 我们要相信他们会造成一个 多元的政府 当他们明明说 他们要全面执行Saria law 我们要相信他们会保障女人的权利 当成千上万的女人 想要搭飞机离开 不然就要被强迫 嫁给恐怖分子的时候 是你告诉全世界的人 要相信塔利班 OK 他们不同了 左派做的事情 永远都没有经过大脑 只要能达到政治目的 什么都可以是对的 包括种族歧视 上个星期的新闻 加州州长候选人 Larry Elder被攻击 一个白人的女人 戴着黑猩猩的面具 然后粉红色的毛 丢鸡蛋 这个样子都没事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画面 对这个已经是个旧文了 所以说我就不再深入的探讨这件事情 到底有多种族歧视了 但是我想要特别指出来 那个女的大概有差不多 就是6 feet的距离吧 然后还没有丢到 还有后来冲上去那个光头男 嘴巴里说的就是 我如果没有听错的话 女人如果真的在乎女权的话 就应该要出来抵制这个样子的行为 女人如果可以乱打人的话 这个样子其实是被性别歧视的 因为你是在说 女人无法跟普通人一样 来控制自己的行为 所以说我们要量解那些 无助可怜的女人 没有错 左派一天到晚说 他们在乎女权 但是他们其实是在贬低女人的 他们认为女人做得不够好 所以才吹捧一群男人 起来做女人 因为他们认为 男人可以比女人更女人 以下是副总统 Kamala Harris在说 你的一切 都是他跟民主党 帮你争取的 所以说 你要继续当他们的棋子 Vice President Kamala Harris 在家的移动力量 我们要努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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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他们帮劳工争取福利的方式 就是让中小企业倒闭 让大家没有工作 全部都领EDD 他们的确是在帮工会 搞了很多好处 这就是为什么 政府跟劳工 全部都被那些工会绑架 里面他提到说什么 他们要帮助移民 什么样的移民 全部都是非法移民 加州会烂成这个样子 就是因为有你这个样子的政治人物 在那边骗人 我那天读了一个文章 在Wall Street Journal上面 标题是 A generation of American men give up on college quote I just feel lost 上面是在讲 只有59%的男生会拿到毕业证书 之后这个统计说 这个数字不针对任何的种族 或者是家庭财务状况 也就是说不管是黑人还是白人 还是黄种人 或者是西渔异人口 有钱的还是没钱的 这个数字都很稳定 就是男生读大学的越来越少 男人放弃的大学系统 或者是大学系统放弃的男人 或者是互相放弃 各位如果没有发现的话 就知道说 其实这整个公立学校的教育系统 其实就是为了女人而打造的 可以坐在那个地方好好读书 然后把内容背起来 然后再把内容复制在考卷上 无法达到的话 就会被说成是坏学生 也就是说工业革命之后的学校 就是要来创造出女生的 比较不听话的男生 就等于是坏掉的女生 当我看到这个study的时候 我其实不认为说 这是一件坏事 男人不想要上这些大学 因为很多男人不想要付 十万多块美金的左右的学费 接下来二十五年还要还助学贷款 只为了去一个地方 被一群又左派又胖又难看 又没有自信又自大的女权教授 说她们是这个世界上面的问题 然后四年之后呢 只能得到一个 没有工作保障的毕业证书 觉得我讲得太夸张了吗 我们来看一下上个月 Penn State University 课堂上流出来的影片 Bro, how's it feel knowing that push comes to shove like your skin's kind of nice? I don't know I mean it makes me feel like sad because like God knows I don't deserve it you know what I mean? I didn't choose to be white so like you know what I mean? like it makes me upset that like you know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of like other races can't like experience those things for something that I didn't like you know I didn't do anything to like deserve that you know what I mean? so like I don't know it just makes me upset so so we're in this is the problem with white people the question then becomes is what should we do? so there are all sorts of white people sitting Sean there are all sorts of white people sitting out here in the class right now sing so what should I do? yeah 那个就是你花了十万块之后 你的小孩读了一个社会学 种族学 少数族裔心理学之类的东西 他们花了四年学这些垃圾 这些东西值十万吗? 当然刚刚这个例子 又是种族又是性别 你把一个人放到全班的面前 跟他说 你不觉得你应该觉得羞耻吗? 还不赶快认罪 还不赶快悔改 若是从中国大陆来的 然后有经过文革的人 就应该知道 刚刚那一幕看起来像什么了 事实就是 越来越多的男人认为 没有这个必要 很多男人发现 大学跟在社会 还有在生活中 成功并不是正比 甚至会把它形容 跟在台湾当兵一样 就是要一个人坐在那个 那样四年 听一堆 对自己人生 没有任何营养的 左派洗脑的废话 我也是在这种教育下面的 我小时候 我爸跟我说 万班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 你看看 路边在那边扫地的那些人 你看看就是在那边 修汽车的那个黑手 你看那些水电工 如果你不上大学的话 你就会跟他一样 直到我长大了之后 我发现 扫地的人 很多都是大学生 修机车的黑手 薪水比谁都高 水电工创业成功的几率 非常非常的高 而且还有做不完的工作 让我觉得说 或许这些不读大学的男生 做了比我还要好的决定 我那天看了一个影片 来自John Doyle 他很爱美国 是个爱国者 他看着塔利班那些恐怖分子 拿着美国的武器 然后穿着美军的军服 带着我一直很想要的夜视镜 拍了一张美国在硫磺岛的国旗的照片 他当时问的问题是这个样子 我们的美国变成什么样子 我们的美国国旗代表着什么 我们美国的国歌 最后一句话是个问号 就是在问说 正面旗帜 这个国家是否还代表着 自由之地跟勇者之家 也就是说 我们的文化输出有什么东西 我记得我还在台湾的时候 我看到美国国旗认为是 有麦当劳 美国的女生都跟花花公子一样 胸部很大 海边的女生都穿比基尼 这个已经是一个很糟糕的回答了 很不幸的就是 当你去问现在的台湾人 或者是中国大陆人 他们认为 美国的国旗代表什么 他们会说 性爱自由 同婚自由 变性自由 枪支太泛滥 吸毒自由 所以 我真的认为 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文化 美国人要重新的认识美国 要重新的阅读宪法 要重新了解说 人权是什么 要知道建国先驱写的内容 到底有什么含义 而不是 使用自己的想法 来重新定义宪法 来符合自己的政治目的 当今的基督徒也要觉醒 当一个基督徒是什么意思 就是 你就算死 就算殉道 也要把福音传出去 也要把正确的价值观传出去 要为了一个更高的道德观 来管理自己的人生 而不是 定别人的罪 来显示自己的崇高 我们要爱耶稣 高过于所有的东西 我们要守护我们的孩子 不要让他们误入歧途 因为如果我们要成功 我们就要有一个正确的目标 有一个可以发挥的战场 有一个一定要打败的龙 还有一位 我们愿意为他牺牲的公主 只有有正确的答案的人 才可以改变我们的文化 只有这个样子 我们才可以打赢这个文化战争 不是靠政府 不是靠政客 不是靠川普 不是靠Larry Elder 也不是靠 是靠我们自己 亲自用生命 来去改变其他人的生命 接下来进入我们的 看看留言吧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 第一个留言 Jean Daniel 他来留言说 这一期节目混淆是非 做得太糊涂 如果这节目还存在的话 请问现在撒旦在做什么 撒旦在世上表现在哪里 基督徒应该怎样去对待撒旦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虽然好像他在批评这一期节目 但是其实好像他是想要问问题的 I just assume you want to ask a question 这一期节目做得太糊涂 我觉得这一期节目 是做得非常好的 只是跟你的expectation不太一样 对 然后呢 请问现在撒旦做什么 其实我们每一期节目都在讲 都在讲撒旦在做什么 对 那撒旦在世上表现在哪里 那我们在那个里面也说就是左派 打迷糊眼的这种东西了 就是让你糊里糊涂搞不清楚是什么的东西了 这些东西都是撒旦在做的 包括这些迷惑的行为 然后基督徒现在该做什么 要怎么去应对撒旦 我觉得我从开始这个频道一直到现在一直讲就是 我们要做好我们自己 对 我们要把我们自己做到更好 然后用我们的生命来影响身边的人 而不是去追求一个救世主归来这个样的东西 因为其实说实话 你不管是从这个圣经的旧约来看 或者等等等等 就是人类历史来看 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拯救这个世界 只有耶稣能拯救这个世界 如果说我们每个人都还期待说 哦川普就是那个救世主 然后他回来就能改变一切 so sorry 虽然这个听起来好像有点伤人 但是这个想法是错的 因为他回来的话 他不可能做到一切的东西全部都给你翻转 真的要做到翻转 就是要靠这些基督徒 然后我们要靠着神的话语 神告诉我们怎么去做 然后我们是这样挨家挨户的 从身边去影响这样去做 才能做到一个真正的翻转 好第二个问题 不是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留言 这个很酷 这两个一起的 先做好功课再抹黑吧 一看你们就知道是中共的大外宣 然后接下来呢 这个字没事收了钱了吧 故意带风向 令大家不要相信川普和Q Trust the plan Q 我觉得这个帽子扣得实在太大了 我们实在是担不起 中共的大外宣 我觉得这个现在是对所有的自媒体的一个帽子 就是你只要他讲的东西 你不喜欢听 然后你就可以说他是中共的大外宣 但我觉得中共的大外宣的话 一定要符合几点要求吧 最起码你得是讲中国新闻的吧 这个我其实没什么好common的 我觉得说如果说我们是中共大外宣的话 那我们应该不会批评任何Joe Biden现在做的事情 也不会批评任何Kamala Harris在做的事情 然后我们也不会批评习近平 然后我每次用这个example也不会说 中国怎样怎样文革的时候怎样怎样 我觉得如果能荣获这个中共大外宣的话 那我们现在应该非常非常有钱 也不会一天早上跟别人要钱 对那这个就是直接回答他第二条的留言 他说这自媒体是收了钱吧 故意带风向 令大家不要相信川普总统和Q OK我觉得这个呢 我是可以想说几句 一个是这个自媒体收了钱吧 故意带风向 一我们没有收任何的钱 如果我们收了钱 我们的事工就不会濒临 要结束的这样一个概念 而且我们每一个影片都被谎标 我们YouTube他们几乎没有任何的手术 对我们的所有影片都是被谎标的 所以我们在YouTube这边 就是靠什么浏览量这些 我们是赚不到什么钱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是故意带风向 我们如果你去看我们往期的节目 我们没有故意带任何的风向 我们只是说实话 如果这个实话跟你的预期不符合 或者是不是你想听的话 那对不起 因为我们的频道 我们做的所有节目 不是以讨人的欢心为起点 我们也不以这个为目标 我们的目标是圣经的话语 是我们从神的领受 神让我们说什么 我们就说什么 我们不会因为人想听什么 我们去说什么 这个不是我们的一个宗旨 因为就像大家知道的 因为我们都很清楚 我们频道的观众群是什么 那我们在发这个节目之前 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 说大家听到这个节目之后 反应应该是什么 我们其实大概都有一个预期 所以如果说你要是看我们 正义不正义 按照那个我们 是不是按照我们的观众收视群 去说话的话 那你这样看 你就知道我们是依据什么来说话的了 还有我说 令大家不要相信川普总统和Q 你指的是不要相信川普总统是什么 我还是还蛮相信他的 这个好像下一个问题 我直接问这个 现在美国是战争状态 真假讯息本来就是战争的一部分 我不认为Q是假的 否则Deep State也不会如那些疯狂的打击Q的帖子 我们极可能是被Deep State假借Q的名义而放出的烟幕弹给蒙蔽了 Deep State透过这种方式让大家对Q失望 从而远离追求和传播真相 就是讲一下根据这个朋友的留言 真相并不来自于Q 我觉得这个概念是要很清楚 因为Q的东西明明讲的就是有错误 它是真假两餐 让你分不清 就像那个我以前在上海的时候 那个有很多比较有名的演员 他们背的包 他们买的全都是真假两餐的 就是有的人 有的东西他们会买真的 然后有的他们就去买假的 因为这样的话 大家就不会觉得说他背的是假包 大家就说 这个人背的都是真包 而且他有那么多种包 那像这种阴谋中的东西 更是如果他不说一些真的 哪有人会相信 当然不会有 他里面的东西真的是真假两餐的东西 那我们有去看说 有些东西他说的明明就是假的 那你知道一个人说真假两餐的东西的时候 那这个人说的东西你还会相信吗 我并不觉得Q跟川普总统真的有什么关系 再讲 就是我觉得Q的确有很多东西是真的 就像而且我们的影片里面也有提到 就说什么移民 就是非法移民 走过这么多个国家 然后身上的衣服这东西 然后还有拍片子那些东西 这东西都很明显的 然后都是特别造成这个样的东西 所以说我不是说Q说东西全部都是假的 但是各位要知道就是老鼠药的成分 99%都是健康的东西都是对你好的都是好吃的东西 只要能1%是可以杀死你的东西 他就是可以杀死那些老鼠 所以说我不再说我们是老鼠啦 但是我们在对于这件事情的时候 特别是我们对于政治然后这些东西影响到我们的生活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非常的discipline说这个东西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就像川普还会回来这个东西 我们也希望是真的 就是我们也想让川普回来 因为他明明就是赢了 他明明就是总统 对 但是根据宪法还有现在这些supreme court 还有现在种种的这个地方 你就是没办法证明说他有任何的机会回来 对因为你哪怕看左派作假 他作假他也是符合宪法的作假 要不拜登怎么能上去 因为他选举人的东西就是符合宪法的 为什么当时川普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 因为左派的作假他就是符合宪法的 关于选举人这个东西 我以后会出一集说选举人到底是什么东西 因为我发现好像大家对于选举人这个东西并不是很了解 所以说我以后会出一集专门讲解 对所以大家就说 川普能回来川普能回来 我觉得有这样美好的意向很好 因为谁都想川普回来 你看现在美国被拜登搞成这个样子 但是如果你要说川普能回来 通过什么方式回来 你想什么大军押进那个华盛顿 然后把他们全部 不可能 你希望美国打内战吗 你希望很多人就因为这种死掉吗 而且这种事情发生了也并不是所有保守派希望的事情 也不是川普总统希望的事情 这种事情是不会发生 那你想想有什么通过宪法的方式川普总统能回来 如果这些基本的mindset 或者这些基本的run都不遵守的话 那不就是在做梦吗 那到底是怎么能回来 那就是阴谋论 对所以就是我们没有办法说 真的去期待说川普总统回来 然后这一切都会去改善 现在情况就是这样的情况 就是一个这么糟糕的情况 你要怎么deal 这个糟糕的情况 你不能等说我就等川普总统 他回来就什么都能解决 No 不是这样的事情 你要做好你自己 然后要传达正确价值观 而且要传达事实 是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 神奇传播给我们提供的 今天的好看的小短片 也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的节目 然后继续支持我们的频道 点下面的链接 给我们买一杯咖啡 感谢大家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 老王的朋友小李 有事想请教老王 就约了老王在咖啡厅见面 老王 谢谢你抽出时间来碰面 实在不好意思耽误你时间 老朋友了 别客气 有什么事 请说 是这样的 那天看到你头也不回地 退出了那个夜店俱乐部 我很羡慕你的勇气 之后也接受你的建议 去了几堂教会 我是真的很想了解 这个上帝的道理 那很好啊 不过 我们家几代都是烧香拜拜的 拜的还不止一尊神明呢 家人们认为只要有信仰 最后反正都是殊途同归 可是你们说只有信耶稣 才能进天国 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问题啊 我之前也纠结过 以为瞧瞧大路通罗吗 最近我才弄明白 我是真的错了 哦 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呢 你看 从我们这儿 没有任何一条公路 能通罗马 更没有任何一艘游轮 能够登陆月球 对不 对啊 我们不少华人 都误把形容词的成语 殊途同归 当成科学道理了呢 其实 每个宗教信的都不一样 我简单的以 给国教与基督教做个比较说明 希望你能够明白 好呀 我想问的就是这个问题哦 好 首先 基督教相信这个世界独有一位创造的主宰 时空物质的存在是有起点 而且现今这个世界最终会结束 而佛教却说 没有这样子一个创造的主宰 并且这个世界是无始也无终 所以啊 这两种信仰在起源和终结上都绝对不同 摆明了两者没法同时都是对的 哦 这样光从道理上来看 他们两个就互相抵触 不可能同时成立的呀 是啊 再说 基督教是承认人必须靠救主耶稣所付出的代价 才能由最终得救 而佛教却相信人可以靠自己的善行 积功德来自救 这说明这两者得救的途径不同 最后再讲到人死后的归宿 基督教讲天堂地狱 而佛教讲六道轮回 我相信我以后去的是天堂 如果是六道轮回 那就得去recycle了 你觉得你下辈子会变成什么呢 下辈子 我这辈子最喜欢吃猪蹄碗了 如果按照英国报应 哎呀我的妈呀 我会不会变成一头猪啊 这是你说的 笑语啊 所以你看 这两个信仰 从起点 入境到终点 通通都不一样 那又怎么可能会殊途同归呢 这个有道理 这个问题我就懂了 谢谢你 小李啊 你真是聪明人 一听就明白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